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1600位儿哨 受孽 每个月喔 是 每天有53位儿哨 受孽 每小时啊 就在我咨询你 这几分钟就有一位儿童受孽 那内政部儿童局对这种状况对这种现象你应该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从政策面来着手或者从法治面来修改啊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那你在0到6岁或者6到12岁是最主要被受孽的对象吗 是 我请教一下局长 0到6岁比例大概多少呢 就受孽儿童当中 其实受孽的年龄层大概是国小以上就是从10岁到18岁这个中间的数字是比较高 相对的的确在未就学的孩子他受孽的严重程度是又比较高的 不只严重程度是未就学的儿童 我告诉你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也是你提供给我的 0到6岁受孽的比例是30% 这是学龄前嘛 6到12岁就是国小以前 占了43% 所以两个加起来大概70%嘛 所以0到12岁这个儿童跟青少年 他们相对是弱势 只有国家的政策或者国家的力量才能让他们免于恐惧跟自由 是 所以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来保护我们的儿童 对因此我们把这个 那你有哪些具体的做法 如果你有具体的做法 那应该这个数字应该会降低才对啊 把全部都把它放在责任通报 包括高风险 也因着高风险通报入法之后 对于这个警戒 也就是说我们的机敏度提高 因此通报数增加 这还不是全数 通报数虽然增加了 但是这还不是韩哥 韩哥那边最广 也许这个发生的次数 发生的这个人数 受孽儿童的人数 远比这个数字还高 还是有一些的这个黑数在里面嘛 呃 呃委员刚才提到的 还是有黑数在里面嘛 额保的案件是 其实包括范围很广 但是我们讲的额虐是指家内的额虐 我知道你说的理由就是说 因为通报机制的精确化 所以这个人数会增加嘛 那我们不能以这个当作借口跟理由嘛 好我们 政府就是要最最最最最大的能力 跟最大的力量 来保护儿童能够 是 免疫恐惧能够安心的成长嘛 因此就提早介入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我们的二级的部分 就是做高风险 那在儿少福利法的五四条 已经把高风险的整个责任通报放进去了 所以他的法制化已经完成 也就是说把呃 村里还有这个乡镇 甚至社区的管理文会 都放在这个地方 也希望把那个机敏度提高 是 这是制度面里做个变革 另外从这个发生的原因 是哪些因素造成这个这个儿童受孽 你有没有统计过 呃 以目前的整个社会环境 特别是在家庭功能的节主 就缺乏亲职教育嘛 是的 对 大概占了30%嘛 是 另外就是婚姻的问题嘛 是 所以婚姻问题 就家长的婚姻问题 跟这个啊 所谓的亲职教育的失败 是造成儿童受孽最重要的原因嘛 是 所以儿童区 这应该针对这两个主要因素 去做一个补强 是 起诉有效的对策 对 可是我们儿童免有没有办法改善 是 那我们常看到就是我们办亲职教育 不管是社盾单位或教育单位 都很努力做 但是往往看到就该来的没来 不该来的来 但是我要这样说 因此我们在 呃呃去 去年开始发育儿津贴 把这个亲职教育 纳 纳入育儿津贴里头一个应办事项 我想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在补强工作当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 这个 让儿童免于恐惧啊 免于受到伤害 这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是 不管行政部门或者立法部门 我们共同努力啊 好 谢谢局长 接着请这个警察局局长 啊那个 警政组署长 请王署长 这个 部长 对针对这个外籍人士啊 在台湾从事这个非法的行为 从您报告来看 大概一年有4623件 从您报告来看吧 平均每个月发生770件 每天发生25件 这个外国人当然不包括中国人嘛 不包括中国人 不包括大陆人嘛 呃不包括 好 你好像不太确定 这外国人不包括大陆人 他对外国人犯罪行为的模式 他的犯罪的形态主要是什么 有没有做过分析跟研究 是哪些的犯罪形态 是杀妻伤害 还是什么样的犯罪形态 有杀妻窃盗 最主要的嘛 对 他主要是 你总是有个统计数据 你才能在国外做一些的 做一些的这个说明啊 否则每天 每天有25件外国人在台湾境内犯罪啊 这个很严重 就每个小时发生一件外国人在台湾发生这个犯罪行为啊 他与其不是轻微的这个偷窃 他与其可能是掳人 他可能是伤害杀人啊 都有可能 对这种犯罪形态 警政署应该要确实掌握嘛 我们有我们有统计的数据 那个署长 你也应该对这个有做一个study 就起码背景质量你要有一定的了解啊 他主要的犯罪形态是什么 因为我知道因为现在外籍人士 因为现在我们有外劳方面的 这种犯罪我们也有统计 那外劳方面的 那外劳也算是外籍人士嘛 所以外劳也是外籍人士犯罪里面的数据当中嘛 那最主要犯罪形态你要查一下 等一下再提供 就是确盗案件是第一 确盗案件 你要确定呢 伤害 确盗是伤害 好是哪一个国籍 是哪一个国籍的这个外国人 的犯罪的人数最多 哪一个国籍 哪一个国籍 在去年101年来讲 第一是切刀案件 第二是暴力犯罪 第二是公共危险 公共危险 公共危险 对 然后 还有一个是毒品 好 然后还有一个其他案件 事实上其他案件 这也不是清罪啊 这也是很严重危害 这个台湾治安的行为啊 不管是伤害 或者是毒品嘛 对 是哪一个国籍的 外国人士对台湾的这个犯罪行为最多 这个时间应该暂停 这个 如果 还要再思考 再 再找资料的话 我的 我的咨询时间 非常有限 哪一国 我是 目前该是越南最多 有没有数据 数据给我 那你要怎么去做犯罪身防嘛 如果你不了解是哪一个国籍 最有可能 或者在台湾的犯罪行为 见数最多 那他们入境的时候 你们应该要有一定的这个 这个警觉意识啊 在出入境的时候 要给他们更多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 这个 准备啊 目前是越南籍 目前越南籍 那非洲呢 非洲是奈吉利亚 亚洲是越南嘛 那欧洲呢 欧洲呢 比较少 没有 所以亚洲 亚洲那是越南 然后这个非洲是奈吉利亚 这部分我想这个局长 局长这数据提供你参考了 局长 那书长 书长你是听了 你在台湾讲 这些数据提供你参考了 这外国人入境犯罪 这个不是小问题 从你的这个统计数据来看 这问题越来越严重 他可能就犯了罪就马上跑 所以你在这个 包括部长 这个陆书境的管制 当然也要有一定的防备措施嘛 或者他入境所要一定的 是个查核嘛 只要说他的 啊 这个这个所在国 他的犯罪记录比较多的话 你要更多的警示作用嘛 另外这个毒品啊 你们有扫荡毒品工作计划 去年下半年度啊 就是六个月 查获毒品两 两万四千件 每个月查获四千件 每天查获一百三十件 每小时发生五件的毒品案 每十二分钟发生一件毒品案件 现在毒品犯罪是严重 毒品之 很多的犯罪都是因为毒品而起 最近这个两个非常重要的 非常这个害人听闻的这个 刑事案件 大概多少跟毒品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嘛 所以毒品很多可以说是万恶的冤手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效的去打击毒品犯罪 对嘛 可是从数据来看 属下你的表现并不是很好耶 对毒品的防治并没有 并没有遏止 反而 这个我不晓得你 2.4万里面有没有包括K他命 2.4万里面有没有包括K他命 101年 101年 人数是四万七千多人 其他刑事单位是没有超过六百件 你查过就四万四千多件 你听我讲一下 所以所有查及毒品在街头在外面 我们都认为是我们警察的责任 没错 所以我们警察 我们有相关的工作计划 我们有速度的专制机构 我们有跨部会的合作机制 我们也加强两岸的合作企图 所以我们不是说没有做 就来源端你要控制嘛 但是 不要让毒品入境嘛 也有其他委员提到这个问题 比如说来源端 你从海外进来 但是因为各有各的职长 比如说 也有委员问到说 你们有没有登船去检查 你们有没有检查货柜 那又牵涉到海关的权责 所以并不是说警察 所有的通知 所以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你说你查获的是4.4万嘛 那未查获的可能这个还有好几万 所以 平均一年发生的毒品案件 可能达到七八万件 所以我们追求非核家园 我们要追求非毒家园 所以 打击毒品犯罪 这个应该是内政部啊 跟警政署应该 要配合这个法务部 要共同努力啦 把这个毒品犯罪能够有效的遏止 部长你要不要讲一下 我想这个毒品 我们一直是我们工作的最重点 我们一定跟法务部积极的来 来把这件事情做好 而且还有是最重要是教育部 其实我们也观察到三级毒品的问题 可能还会更棘手 好这个我们会来努力 好 好谢谢 好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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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